永和寶福宮周末安座入伙 是地方的一大盛事 一系列的活動在廟城展開 相當熱鬧 兩隻強壯的蟋蟀 在狹小的空間裡比鬥利器 這是台南的傳統遊戲 在北部相當少見 藉由台南新化寶生大地廟的交流 將這項特別的傳統遊戲 帶到永和來 讓更多人體驗 我們台南的鄉土文化 新化區風隆社區的鄉土文化 鬥蟋蟀 在我們新化已經25年了 不然一年都有辦一個大型的鬥蟋蟀比賽 我們將台南的鄉土文化 帶來我們北部 帶來我們北部 和台北部的朋友互相交流 基本就是蟋蟀大戰爭 要有鬥主 就是我們人也要和他一樣 要有那個鄉土的成分 親切的把脈問枕 他們是來議枕的新北市 綜藝師公會 寶生大地也是台灣人 所信奉的醫神 抱持著這樣醫人救人的精神 希望未來在寶福宮議枕 能夠成為常態活動 造福更多的在地民眾 因為他已經是綜藝師 那我們準備了 就是定期的請他們來議政 所以我們正在安排中 擁有200年歷史的永和寶福宮 歷經五年多的改建 終於在地方民眾的期盼下安坐入伙 未來也同樣會是永和人 在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中家新聞朱鳳志黃軍偉永和報導 中家新聞朱鳳志黃軍偉永和報導 在地下宇宙中心